眩晕发作时的自救技巧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贝 CN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主人医师 如果突然出现眩晕发作 首先要保护好自己 预防跌倒跌伤 其次尽量地 假如周围有其他人 不要着急去搬动患者 要让患者平握 第三 突然悬晕的患者 往往会合并由恶心呕吐 那么我们要将患者的头偏向一侧 尽量地让他把呕吐物 胃肠道的这些内容物 尽量地吐出来 不要诱发雾吸 吸入性肺炎等一系列的并发症 第四点 如果发生了悬晕 我们不要着急 在第一时间给患者自服药物 不要给他饮水 因为可能患者会引起雾吸 或者说我们服的药物是不合适的 第五点 如果可以的情况下 我们尽量地给患者测一个 即时的血压和血糖 看有没有变化 为我们就医时提供进一步的资料 最后尽快地呼叫120 兼饿患者送往医疗机构 可以引发悬晕的 首先就是中枢神经系统的病变 比如说我们说的 缺血性的脑血管病 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 炎症 自身免疫损害等等 此外也就是 外周前庭的一些病变 比如说耳食症 比如说前庭神经炎炎 梅尼癌病等等 再就是一些系统性的疾病 比如说恶性的贫血 心脏病 血糖的改变等等 也可以导致悬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